已经拿到版了 现在再去另外一个朋友公司坐一会儿聊一下 因为他们公司离这也不远 就在服用 在正中心就会比刚才我们看的工业区 比较热闹很多 这些餐饮里面的人也会比那边多一些 在左边这里就是利新水库 这个水库前几年发生过一件比较好笑的事 就是有一个窃贼偷完东西被发现了 然后被很多人追 就追到这个水库这里 后面都没办法 直接就跳到水里去了 当时公安还有 当时应该叫自然队吧 在这里一直等着他 最后他自己实际上没办法 自己爬上来了 右边这个叫望牛亭公园 是一个小公园 一个小山包吧 可以来这里爬爬山 然后到水库走一走 这一带就算是白石下社区了 浮永的镇中心 因为他的镇政府啊 商业中心都在这一带 这辆逆行了 这个月壁闪光灰竟然还逆行 这给大深圳丢脸啊 才是光临的 这有抗路 还曾经看见 这一带他 诺商业中心 能靠住 还有 乱 并 金 这一带吃的就非常多了 现在深圳 不光深圳了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地方 也都在规定过人行道 车要让行人 不管说红灯还是绿灯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 很多行人 他不管 即使他对面的都是红灯 他也慢慢悠悠地走 不着急 所以在一些比较大的路口 可能你等行人过 不要等很久 所以我觉得这个立法 还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现在行人都很多 都完全不怕车了 看见车过来 现在也是大摇大摆的就走过来 因为此楼盛的地方 我可以做到一个地方 我可以做到一个地方 就是这一路的地方 我可以做到一路的地方 浮游这些年的整体变化不太大 变化最大的是沙井 沙井最近几年一直在做大的建设 对于看起来比以前变化大的很多 浮游相对来说比较保守一些 这里是万福广场 当年有个民工接舞团上过春晚 应该是和凤凰传奇同一年上的 他们就是在工厂打工 然后就来到万福广场 下了班就来这里练习 万福广场后面就是它的类似于文化馆 有唱歌还有那个新华书店 一些其他的小的艺术活动 现在主要就是晚上的一个休闲广场 前面这个圆顶的酒店 就是它上面是那个旋转酒店 保利来 上面那个餐厅呢 它是一直在转的 这里就不太好停车了 所以还要找一个地方停车 白石下 上面就是107国道 深圳现在的车位非常的紧张啊 很难去找地方 这在操牌了 看来不能在路边随便找地方停车了 这些银行啊 单位啊 他们好多车位都是锁起来 不给别人用 附近没有核心车位了 还是停到对面这个商场 还要走一段路了 大家看到这些公共车位 都被上了锁 不给私人用 这个位置是派出锁 这里是福永汽车站 我们现在去这个一天假日天地 在这里停车 问怎么说商场始终还是 车位还是有 现在是在一天假日天地 对面就是福永的家具村 有几个吧 好几个家具村 我先知道 您的车位 我最喜欢 我的车位 我眼前走 我交往 自己的该项 我探索 我看 我太厉害了 今天 我探索 我现在往 我看 请到请到 当年人向前身三千五百米 我们要到这个鞋子楼 都不用扫码了 到了 现在刚嗑完茶出来 准备往回走了